2022年4月17号星期日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古邦A股下周策略会 按照惯例先亮明观点 我的观点是 全面降准 看涨 干热点 要干活了 这是今年的头一碗肉啊 那好 我的观点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先看一组数据 来看这张图 通过这张图 我们能了解到 上周两市成交是 4.53万亿 这个是较前一周 平均值的下降 这个比之前都在下降呢 你看 4月5号那一周 是4.64万亿 上一周三天交易日 是2.81亿 这一周是4.53 每天就是9000亿那个样子 这不是算出来吗 那么上证指数 跌了 1.25 比前一周 还在下跌 跌的多的是创业版 跌了是4.26 上证指数 那么它跌的这么多 和创业版之间 这不还是产生了一个分歧吗 我们再看涨跌加数比 上涨的只有515支 下跌的达到了3600支 但这个还不算完呢 主要看这个 涨停版的超过10%的就是 只有126支 就是这一个数是红的 因为比上一周114支多一点 可是跌10%的是多少倍 600多支 再看这个 下跌6%的是1720支 而上涨6%的呢 跟上周上涨6%的差不多 那么上周总体特征就是 虽然指数上 出现了很大的下跌 但是以每周来看 你比方说 以上周 创业版跌了3.64 可是跌幅10%的 只有136支 可是这次呢 有600多支 而且跌幅超过6%的 又放到了1700多支 这都是很大跌幅 上周不光是指数下跌 那么更主要的是 个股跌的多 所以每个人 都能发现自己的股票账户 缩随很严重 那么从这张能量图上来看啊 只有这一个数在上涨 就证明市场非常弱 非常弱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想说的是 在各方面都很难看 而且指数也很难看的情况下 就证明这个地方很有可能 物极必反 资本市场上 有一个逻辑 就是跌的多了就上涨 实际呢 说的很到家 背后的逻辑就是 泡沫被挤出来了 估值呢 又再次显现 所以经过这么长时间下跌 那么 在这些数据看起来啊 也具备一个该上涨的时候了 好 我们再从消息面瞧一下 首先国际方面呢 北约又要动拓 你像分兰呢 包括挪威啊 都要加入 而且美国那个重型武器啊 就在昨天上午 又运达运到了乌克兰 什么坦克 又是直升机的 哎呀 总之 这个很难受 再说英国特总兵 也往乌克兰那去 他们给他提供的一些导弹呢 什么的 说以不会使用 他们去提供这个交授 为目的 往那派兵 实际这些都是 都是 把那个地区 又在给进行搅一搅 这都是搅舌棍 那再说俄国防部 说他就在昨天 击落了 运输机 那个上面运输机上 搭载了 和装了很多西方 供给的一些个武器 那么这属于地缘政治啊 那么再说我们这边 利好来了 全面降准 全面降准 看似好像只释放了 530亿 因为降准嘛 降的是0.25 听着数字不大 可是这个是有条件的降准呢 有什么条件 是附加很多好条件 首先一些个像 就比方说 没有跨省业务的 这些个商业银行 什么跨省 就是它是属于 北省内部对吗 就是地方性银行 他们呢 还要在0.25基础之上 再放0.25 这还不算 而且后续呢 还有一些扶持的政策 指的是增加市场流动性 再一个消息呢 就是统一大市场的政策出台 你看 直接立好的不就是物流吗 物流让人家想象 想象连篇 是不是啊 那再说 央视快评上可首次提出来 说让海南成为 新时代中国改革 改革开放的示范 这是首次提出 那么大家都了解 一个时期呢 推出一种东西 像早年 80年代初期呢 推出过深圳 然后90年代呢 到2090年代末 20年就是2000年以后 这个浦东 对吧 那么上下的呢 还推出过一次潮北电 河北超北电 但是没搞起来 这个咱们不应该讲 但这次呢 海南要建成一个示范点 而且是新时代 这个富裕的这个词啊 大家要揣摩了 有人说 熊岸那地方不挺好吗 这个咱们也不能提 那是千年大计 好 既然说这些都是属于重大利好啊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第131届广交会 在线上开幕了 咱们也不知道这次广交会 最后能成交额多少 但每次每届广交会都很厉害 那么再说成品油 这不是七连涨之后 在前两天掉价了 每吨呢掉了600块钱 说加了一箱油 以92号汽油为算 大概少了20多块钱 那这个也是给 实际汽油降价 或者油品降价呢 这是给下游企业 出为解困难 那么再说华为 芯片不一直断吗 而且它那个华为手机 现在像中端机 基本上就没有 就是4000到5000的都没有 都是一些高端机 什么一万多的 但是咱实话说啊 咱们不说哪家好不好 总之人们说 它那个性价比有点那个 那么现在它芯片来了 这次芯片来呢 是集成 集成芯片啊 是相当于很多个芯片组 就很多芯片在一块形成组 这个是华为断供芯片 4年了 现在自己搞出来的 那么再说 郁智菜 郁智菜这个板块 现在挺火 因为疫情啊 又是风控又广控的 又是居家又隔离的 所以呢 现在这个郁智菜 成立了一个郁智菜产业联盟 也不知道这个联盟 未来能怎么样 那有人说 这要是都解封了 还有复工复产 这叫郁智菜干啥呀 谁 是不是啊 不一定啊 那好 我们再说 上海现在出了 叫一场一测 也就是 你的企业大了 那么不能停工了 那么得复工复产呢 这些东西都是得支持 大经济啊 对吧 再说了 你说不干活 咱们老百姓吃啥呢 不干活 谁给工资呢 那好 综上所述 实际呢 说的就是这几条 首先是俄乌冲突 这个是没有 现在看起来没有头啊 甚至都会把欧洲经济拖垮 那么再说全面净准 全面净准看似不多 但它后续推出的东西却很多 就像牵出一个绳 绳上拴一头牛 牛后面拉了一套车 车上面装的是盆满钵满 基因财宝 是指的是这个意思 它有的只是一个 释放一个积极的信号 那么全面净准 提振经济这个信号出来了 包括复控复产 这咱们是想弯道超车 你看欧洲那边 美国那边都不打地 那么咱们国内 现在呢 要实行国际化 那就是弯道超车呗 所以下周 大盘看涨 该热点 干活的时候来了啊 第一碗肉 这是今年的 那才从技术上说一说啊 技术角度呢 我们就得从股票分析方法 股票分析方法呢 就从三个层次 首先呢 是消息层面 消息层面能不能兑现 再者呢 就是技术层面 然后呢 才到这个 呃 什么 基本面 什么的 那么 我们从 现在消息层面上 首先落地的呢 大家都知道是啥了 我们先从技术角度上 讲一讲啊 来 看技术面 通过 我们看它的 K线图 这是什么 上证指数 以这个为例 从高处跌下来 朋友们 这是四个月的下跌呀 从十二月的十二月上旬 开始到现在 这一波调的可不浅了 那我们再看 Try版 你看 Try版怎么样 是不是也是这样 上证指数 这不都是这样吗 再看深层指 来 再看科创版 科创版 这跌的就更离谱了 科创版都已经 破发了 因为它指数出来的时候 是一千点 现在是 955.77 记不记得 我曾经说过一个 叫做 这个双位数 我们必须得看 现在出现 更奇迹的数 955.77 这个叫啥 双胞胎数字吗 每次双胞胎数字 出现之后 这都是拐点 上次 前两天 我们上个周 曾经讲过 双胞胎数字 在这个 创业版那出现了 那么拐点呢 形成它就是向上了 这 可以说 用技术判断 这就是个拐点 那么 我们再从 这张图上来看 大家看 这个是我用 布林线 画出来的 布林线 画出来的呢 为什么 厂口这么大 这代表着啥呢 就是分歧 加大了吗 不是 它是指的是 乖离率吗 乖离率大了 它就得往回收 技术上 这四大指数啊 虽然都处在 一个下降通道 但是 但是刚才 又包括 双胞胎线也好啊 还是通过那 布林线 我们看到 乖离率需要修复 总之 这个位置呢 在基本面上面 它也出现了一个 长期下跌之后 泡沫被挤出 估值得到了一个修复 同时 它也需要走出了 一个上升趋势 那么才能更好的修复 那么消息方面 消息面方面呢 又出现了一个降准 这个降准的落地啊 大大提振了 人们的士气 这个就是给 打一针强行计 降准之后 降息就渐在悬上了 什么时候降息能来呢 就等着美国加息 它一加息 咱们这儿 估计就是落地 综上所述 消息面利好 技术面呢 在这儿也是看好的 同时基本面修复 那么技术看长 我的观点 下周看涨 要干活了 今年第一碗肉 那我们再从热点挖掘上 讲一讲 现在为了稳增长 抗通胀 你像一些个银行啊 地产啊 就这些呢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幅 而且在向下游产业量 在蔓延 你像一些装配式建筑啊 等等这些东西 都跟着应运而生 再有就是种子 这些东西是咱们现在春耕 备工备产 化肥 就这一类呢 它们是属于农医号文件 那么再说稳增长 扩消费这一块 像旅游啊 白色家电呢 这些东西 它们是提前冒出了个泡 再有就是成长股 像这一次 要是能够通过估值修复向上 或者说能够通刺 这个双胞胎数字啊 这不是科创版 这个创业版吗 科创版 它们都会出现 不同程度的上涨 就是这个科技赛道股 它们这种成长性 还是具备的 经过这个四个多月的一个调整 也该它们开始挥挥雪了 那好 再说说我的操作 要干活了 这第一碗肉嘛 我现在的总仓位 是54%点多 起一个品种 我现在又把自己的资产啊 重新的配置了配置 往股市上又挪了一部分 那么现在注资之后 相当于有20%的仓位 所以明天上午 我会找个机会干 好 我是古邦 喜欢的加关注 明天早餐 我们早播报 见